幸福并不是无处可寻找,它其实也有许多标志,这十个能让人有幸福感的标志,快来看看你有几个吧。 01,有一份理想的工作,工作是一种乐趣时,生活是一种享受,工作是一种因时,生活则是一种苦意,一份舒心的感兴趣的工作,既是辛苦,也会让你觉得充实和满足。 02,阿稳平和的睡眠,每天都有高质量的睡眠,暴胀充足的睡眠质量,才有精力面对张牙舞爪的世界,三样东西有助于缓解生命的辛劳,希望,睡眠和微笑。 03,有几个可信赖的朋友,无聊时,能有朋友陪你逛街八卦,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里有你们在,而是有你们在才有的最好的时光,月光很美, 03,比不上朋友的安慰,夜空很美,比不上友谊的珍贵,星星很美,比不上友情的点缀,零死,吃妈妈香的胃口,无论如何,按时吃饭,不会带自己,这个世界上,能知会吃是一件超有幸福感的事情,也有想不开的事,就去大吃一顿。 如果还不行,就两顿,05,一颗童心,无论年龄多大,都要拥有一颗有貌青春的心,单纯的生活,单纯的爱,正如一位作家所说,很多烦恼的问题就变了意见,06,生生不息的信念,不轻人放弃,坚信前进就有希望,生命不息,信念不止。 只有这样,你才能在被打击时,抵抗恶意,在迷茫时,坚持自我,爱你所爱,行你所行,听从你心,无问题东,07,有健康的身体,虽然是老生常谈,然而确实没有什么是比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,健康,是一切幸福的来源。 因为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,我们才有心情去体会幸福,08,一个教会你爱与被爱的人,爱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,被爱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幸福,永远要相信爱情。 因为曾经尝过爱情自卑的人,心里始终会温暖,零酒,品味细小美好的心情,即使是极粗粒,也要保持敏感,努力去接受生活的贵责与生命的感动,花开花落,春去秋蓝,洒进窗台的阳光,吹进发尖的晚风。 那些生活中蕴藏着的小小美好,是生命中最动人的细节和回忆,成阳设,神,自由的心态与宽广的胸襟,无论是哪,什么天气,遇见什么事,既带戴上自己的阳光,做自己的小太阳,这世界随时都在变化,伤害也在所难免。 能在相爱时珍惜,转身时悠良,挥别时微笑,受伤时坚强,就会有幸福的力量,要让自己幸福哦。 主办单位,沙平罢区委宣传部,市委网信办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